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极配素到底有什么生理作用 第一个它促进生长啊,它让菁生长 你就想一下那个土长症 长得好高哦,菁延长好高 然后倒地,因为头重脚轻,倒地死掉 所以它促进菁的细胞延长加分裂长得好快 好,但是下面有个瓜糊 GA会让菁生长透过延长跟分裂 但是IAA呢,只让菁延长 所以机制不太一样 一个是延长,一个是又延长又分裂 所以GA长得更快 才会变成土长症,笨鸟 蠢鸟,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它会促进抽税 这我解释一下,抽税其实跟这个一起讲 什么叫抽税 拉出那个花絮开花了 抽税就是开花 所以我把抽税跟开花合在一起 GA刺激之后会让植物开始进入开花阶段 所以会抽税出来开始开一些花来 例如说甘蓝菜,各位对甘蓝菜熟悉吗 你们吃的那个高丽菜,就是甘蓝菜这一类 甘蓝菜是不是像球一般的 那时候最好吃啊 那是它第一年,如果你继续种它 它的叶子就开始张开了 张开,张开之后像个莲花座一样 中间就长出它的花,花絮 那个时候就不好吃了,叶子变太硬 所以通常第一年就采收了 好,但如果今天这个一球你喷了GA 它就开始开,然后长出花去 促进开花,简单来说它让植物从营养期 不开花的营养期进入到开花的生殖期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促进开花哦 促进开花哦 好,那这边有个白色的字说它有可能是开花树 开花树我们还没介绍 我们之后会介绍什么是开花树 有一个科学家说一定有个植物基础 专门引发植物开花 他就命名它为开花树 那科学家就问他 同事,因为他们都是科学家嘛 你说有个开花树,那开花树是谁啊 那位提出开花树的科学家说 我不知道 我认为有,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后来科学家研究到极倍树 极倍树会促进开花 所以极倍树会不会是开花树呢 打个问号 答案是,不是,它不是 那谁是开花树,我们之后会提它 所以早期有人认为它促进开花 它可能是开花树 好,接下来我们跳过了一个 它会刺激结尖生长 各位还记得什么是结吗 金会长出枝条或是叶或化的地方 称为结 好,这边有个结 所以金都有结的 那结跟结之间叫结尖 它一刺激之后,我的金会拉长 金的生长 那你看到的信仰就是 结跟结之间距离变远了 就是之前讲的土长症那个样子 所以其实这一点跟这一点 是同样的东西 好,所以我现在在做整病 其实关于就那几个 金拉长了 所以极定这样的生长 它促进开花 所以促进抽税 抽税就是开花 好,接下来这个打过种子休眠 这个 我们才之前讲过 它呢,是在单子叶植物 它的胚会分泌GA 作用在胚乳外的虎粉层 虎粉层就分泌水解酵素 分解养分 让胚有养分生长 让种子开始萌芽 打破休眠开始萌发 OK 好,接下来 这个打金很重要 这个呢,我打个小 我不要打我好 我打个小勾勾就好了 对吧,这个比较不重要 这个课文上没有讲 就是呢 我的胚株里面受精之后 我不是要长成种子吗 就是受精卵 要 应该不要受精卵 核子 它是长成胚 胚要长成胚啊 胚株跟子叶 这个过程叫做种子的发育 这个发育需要GA的刺激 所以一个小种子正在发育 在妈妈体内发育 需要GA的刺激 这个课文上可能没有讲 最后一个人有讲到 它跟IAA一样 让脂肪在没有受精的情况之下 直接长成果实 这叫做没有受精就发育成果实 叫单性结果 长出来的果实 没有种子 就叫无子水果 跟生长树一样 所以生长树跟GA都有单性结果 长出没有种子的果实 无子水果这样子的性质 好 那我们级别数先说 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单性结果 就最下面这个 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 那个种子发育的那个过程 是一样的 同一样 同样一件事情 好 那请各位看我这个附图 我换个颜色 这样颜色会亮一点 先看 我现在打勾勾的这一个 右上角 好 这边呢 这一圈东西 就是所谓的胚 因为我看到了 胚芽 胚肘 胚根 还有纸叶 但是旁边这个化成淡蓝色 就是胚乳 好 那我们的胚 先分泌GA GA再织用在胚乳外层 化成橘色的虎粉层 虎粉层 那虎粉层才分泌水解酶 让养分分解成小分子养分 养分就被胚发育 让你的胚芽长成牙 然后胚手长成精胚根长出根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胚分泌GA 促进胚乳 虎粉层产生水解酶 水解酶分解养分 让我的胚有养分生长 就引发了种子萌芽了 而这个是需要 虎粉层的 协助参与的 虎粉层属于胚乳 所以GA促进种子发芽 主要针对 有胚乳的单子叶种子 如果你是双子叶种子 很多粒子都已经没有胚乳了 而是两个很大的子叶 它就不一定会被这个机制 而唤醒而萌发 好 以上就把 极倍速的几个功能解释到这边